我们讲一下感应风口机怎么样安装 收到之后是有这些东西的 主机这边只要安装一个角 有四个角轮把它装上去就可以 好 角轮安装好了 接下来就是输送台这边 我们可以提前把输送台和线圈把它接起来 就通过这个支架 这支架这边孔小一点 这边孔大一点 大一点的孔向外侧的 把这个螺丝先引开 工具包有内六角螺丝 内六角螺丝刀 要对准下面的孔才可以拧进去 这可以先随意拧一下 等一下再来把它拧紧 好 也是对准这两个孔 好 现在可以把它一起拧紧了 但是要注意这两边的高度 一定要调到差不多一样高 如果说不好调的话 可以用尺子或者什么东西卡一下 把它弄到一样高之后 再把它拧紧 再次一根大一样高 加小铁锅 在里面中Live 再多一样高 就是 差不多一样高就可以 好 接下来就是把这个主机装在这个 线权装在这个主机上 是需要通过这两块转接板 首先是把主机箱这边的 两侧的这个螺丝取掉 取掉之后转接板装上去 转接板是有两个不一样小孔是在上面的 反正就是螺丝孔的位置能对上就好 所以尽量把它装平 因为是不一样的 也很奇怪 是不是这样的 它是不一样的 就是这个ám礼和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 这两块板装上去之后 就把这个主机放上去 主机的这两个螺丝孔刚好对应到这两个小孔 也是要把这个螺丝先提前取掉 好 螺丝取了之后 直接把主机放上去 放上去要注意是电机这边它是有个插头的 要对应主机这边这里也有个插头 所以说方向不要搞错 好 这里放下去尽量螺丝孔要对准 然后四个刚才拆下的螺丝把它淋上去 好 接下来就是安装这个 这个是净料的时候放瓶子用的 也是把这里四个螺丝取了 好 这里安装好了 好 这里安装好了 那就是几个连接线把它插上 这个电机在这里有一个线 把它插上去 它这个有写编号的一定要黄对黄这样子 好 插上去就可以 然后另外一边是线圈 它这个是两组线圈 然后插到这里的两个线圈的接口 两个接口是一样的 所以说两个接口随意插的 如果说这里线不够长 可以把它调低一点再插 好 占低一些这个线就很好插了 对准这个凸起的地方 这两个是不区分位置的 它孔都是一样的 好 这两根线插好之后 这里还有一根线 这个线是插这里的电机的接口下面 好 插进去就可以了 好 这个机器我们调试的话 就主要是调这个一个线圈的高度 假如说我们口径在 在2到4厘米 就是小口径 口径越小 它这个离线圈的这个间距就越小 比如说我这个可能2.5厘米口径 那么这里隔线圈就差不多 隔个2到3毫米 就是不要隔太远 太远它就接受不到 如果是大瓶子 就可以隔稍微远一点 可能1厘米或者1.5厘米都可以的 比如说8到9厘米或者10厘米 瓶子 瓶子越大 它这个线圈的间距就隔得越大 然后这两个是需要调节的 把这个瓶子限制在这个皮带的正中心 这个一定要调 瓶子都是要从正中心过 它才可以封好的 好 这里调好了之后就可以开机了 输送速度的话也是跟我刚才说的一样 小口径的话速度就要调慢一点 那么口径越大 速度就可以调快一些 比如说我这个小口径就调偏慢的速度 铝箔放进去 盖子拧紧 放进去测试一下 好 出来之后就是一个封好的状态 我们平时使用的时候是可以连续一直往里面放的 好 几个瓶子一直往里面放 不要停都可以的 出来就是封好的一个效果